像我自己本身一直很提倡愛的抱抱 透過這個擁抱 你會給到對方力量 給到支持 給到鼓勵 給到溫暖 給到一個很好的溫度 所以說到溫度 我們就要聊到空調了 先別管空調了 小編我只在乎 如何能獲得智琳姐姐超珍貴愛的抱抱 畢竟和姐夫Aquila結婚後 就Lostate在日本相扶轎子 想在台灣看到智琳姐姐本人 可能比日本壓縮機還稀有 唯有天時地利人和才有這個機會 其實每一次請假 我都會有點不好意思 和婆婆請假 先跟婆婆說聲死迷麻塞的 台灣粉絲好不容易等到這天 只見林志玲一身鮮紅皮洋裝 來為能源永續活動站台 AKA即將半百的地方媽媽保養懲罰 不用我多解釋 完全超不科學的身材 &臉蛋絕對穩坐女神寶座 就連經驗精神也是女神等級 一路待到晚上快7點 才跟大家散油娜啦 回姑娘的時間差不多到了 所以可能差不多該走了 換下艷麗的紅洋裝 改穿上低調素雅的小碎花 林志玲在禁食人總統級護駕下 坐上保姆車來到下一站 東區高檔燒肉餐廳 看到志玲姐姐登場 餐廳工作人員立刻打傘在外迎接 一刻也不敢怠慢 包廂內其他女性友人 統統等候女神大駕光臨 吃著雙人套餐 6800元起跳的A5和牛燒肉料理 一路到晚上10點多 回姑娘的時間差不多到了 所以可能差不多該走了 女神和蓬蓬這一報就報了將近一分鐘 畢竟回姑娘回台難得 除了為了工作 還為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那個人 我曾經想過我會願意用很多的日子去換來 一天我媽媽還記得我 然後她還健康的 只要有一天 是 我可以好好的陪伴她 這會是很棒的一天 就一天 林志玲媽媽吳思妹2017年傳出罹患阿茲海默症 在林志玲結婚後病情突然快速惡化 現在已認不得家人 讓她每每談起媽媽時都忍不住落淚 今年母親節林志玲選擇留在台灣陪媽媽一起度過 經紀人表示 志玲一切都很好 也很珍惜小朋友快速的學習和成長期 陪伴的每一天日常都可以很快樂 大家也要天天開心喔 還是要自己更振作起來 然後把自己的人生過好